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欢迎关注极力卫视幸福祈典 来 请先欢迎我们的各位 帮帮团的水 欢迎大家 欢迎 您会的是由福灵堂 特约赞助播出 同时替你练时机前的各位 如果说您在生活当中 有什么不知道该怎么解决的问题呢 欢迎通过关注我们官方微博 和官方微信的方式 提出你的问题 提出问题获得100几分 累积几分 将获得我们的帮帮大礼包 对 同学您也可以来扫描 我们服务下放的二维码 来关注北京三元食品的官方微信 您将有机会获得 北京三元食品提供的奶粉一桶 同学您也可以关注我们的这个 集市堡提出你的生活当中 所有关心的问题 跟我们的节目来互动 随时了解节目的最新动态 要问问大家了 觉得怎样能长寿 吃什么可以长寿 我知道 这是折套 折套 我知道广西有一个巴马村 他们这个叫做长寿村 为什么呢 因为他们经常提供食物 叫做果麻仁的 果麻仁 对啊 俗可说的 每天十三早 我们青春永不老 有的时候我们在做采访的时候 其实经常能采访到一些长寿的老人 一些百岁的老人 是 有的时候他们吃的这些东西 还挺让我们意外的 我今天 有一个非常非常不可思议的一个食物 是网友提出来的 对 他们说这个食物吃了能够长寿 我怎么就那么不信呢 来看一下 我最近听到一个最不可思议的长寿食物 就是红烧肉 据说很多百岁老人都喜欢吃 但是我觉得吧 红烧肉不是很好 吃动了会得胆固醇什么的 而我想问一下 是多吃红烧肉 真的能长寿吗 长寿的秘诀 竟然是吃红烧肉 对 李鸿姐 我觉得这完全是谬论 你们看没看我有变瘦 就是因为 有啊 你有瘦 就是因为我系了一样东西 就是肥肉 我们都知道红烧肉 它是那五花三层的肥肉 肥肉特别油腻 里面还有挡固醇啊 还有什么三油酸 三油酸脂啊 这种 挡得很高的东西 我同意 千万不能吃啊 我非常坚定地站在旅馆这边 我也站在 我觉得日大 肥肉是吧 非常常有一个英国的科学家说了 这个吃太多的这个红烧肉啊 特别容易造成那个心脑血管的疾病 而且还特别容易得这个 风虚性的关节炎 哎 所以说关节这两天 我胆囊不太舒服的 我一看见出什么 我一想 我一想到红烧肉三个字 我不舒服什么 还承受 你知道吗 在我们长寿界有位明星 明珠奶奶 106岁 年轻的时候就吃红烧肉 真的 我那也是因为机缘巧合了 跟这位奶奶结成了好朋友 传了我一顺 这个烧红烧肉的秘籍 有些东西 吃一块两块 就能活到106岁 你们这些 就觉得红烧肉不好的朋友呢 算了对吧 谢谢 刚才古今没说对不对 对啊 试一试 诶 古今你是在吃肥肉吗 没有 肥不肥 没有一种特别腻的感觉 红烧肉很清爽 你能懂吗 红烧肉你用清爽两个东西 对对对对 它那种甜甜的味道 感受 这种真的很好吃 想象不到红烧肉的清爽吧 我平时都不吃红烧肉 你俩是肉 实在饿饿都不行了吧 刘凯贵推荐的这份 秘质红烧肉 就是106岁的张明珠奶奶 日常最爱吃的 大家看看 张奶奶虽然已经106岁 可是依然精神绝数 再看她包起馄饨来 这速度 这手艺 丝毫不输年轻人 从这精气神 你能看出 奶奶已经106岁了吗 而据家人介绍 张奶奶长寿的秘诀 就是红烧肉 吃红烧肉竟然能长寿 很多人存在质疑 然而多地却不断 分出红烧肉的喜剧 江苏年纪最大的老人 115岁 及长寿命方 是三餐都爱吃红烧肉 北京市40名百岁老人 有30人 特别喜欢吃红烧肉 几乎每天都吃 亚洲某岛国调查发现 90%以上的长寿老人 爱吃炖的肥猪肉 却没有一个得高血压 冠心病 肥胖症和送脉硬化 如果吃红烧肉能长寿 是不是跟他们独特的吃法 有关呢 106岁的张明珠奶奶 日常所吃的红烧肉 就是密制的 根本不加油 不加盐 更加葱 更加大量 却只加三样常见之籽 而且过你们这些 特别小点的密集啊 吴东姐会做菜 你给你知道怎么做红烧肉 对吧 当然了 在这里面我跟你说 油啊 盐啊 葱啊 都是没有的 不可能啊 你看你这上面油弯弯 这全是油 你说你没加油 这里面除了用 怎么可能 我只加了三味调料 然后就了这一份 百年红烧肉 万位 这个不加油 我倒是能想象 因为有的时候可以靠出来 对对 但是不加葱姜 还有不加盐 不加盐 什么可能呢 对对对 你们吃有盐味吗 没有 没有 这我口已经很淡了 但是我吃这个都一点 咸味都没有 我是觉得 它不会奶吃吗 真的很好吃 很好吃 你看蜜植说的意思 就是想试一试 来来来 刚才不说都不吃吧 好吃吗 好吃 来来来 从来不吃肥肉的人生 都频频夸赞 一百零六岁张奶奶 蜜植的红烧肉 一起打 偷偷告诉你们 你们光着急吃的 但是好像都吃错了 因为张奶奶 在吃红烧肉的时候 总喜欢搭配 让冲鲜吃 你能猜到 是什么 这个奶奶吃那个 就是干的吃啊 还是广之肉 这就是我刚想说的呢 你们这么吃 大概活到个89多年 第一个人 在吃肥肉 就像是有点 有点 有点 不吃 有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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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所以说不是说吃肉就对身体不好 但是很讲究炖法 要说你这个炖法 火要小 水要少 来点白酒 味道好 小火慢炖就是好 就是好 感觉清了半天就是加了点饺子和小火慢炖 需要时间长 多少时间 怎么说 一起码得四个小时以上 那到底这个方法靠谱不靠谱 是 我们别在这争论了 我们请一位专家来给我们现场分析分析 好 今天我们请到的专家老师 王小斋 老师有请 有请 好帅哦 好帅哦 王小斋 六代中医世家 注册营养师 中国核心期刊 临床药物杂志副主任 现任澳洲医友医学机构院长 王老师的年龄我就不说了 但是啊 但是真的是这样 保养得非常的好 老师难道你一百零六岁了吗 三四五吧 一大把年纪了 哦 看小斋老师和我谁 你也很小斋老师你也需要 我应该 给你父亲差不多年纪 啊 真的 老师那吃这种大肥大油的东西 可以好不好 红烧肉对有的人长寿 对有的人短寿 啊 吃红烧肉有的人苦长寿 有的人却短寿 你属于脑类人呢 究竟通过什么来介绍 首先我们说人呢 是需要必要的这种事 也就是说我们 需要肉 也需要红烧肉 这个脂肪酸缺乏的话 就容易衰老啊 很多的疾病呢 比如说 湿疹 牛皮卷 啊 甚至糖尿病 都跟我们缺少必要的脂肪酸 哦 真的呀 关于吃肉这事儿 我还听说过一个新闻 就是说有些人他他减肥 他不吃菜只吃肉 就纯肉减肥 我也听过 对对对对对 我也听过 而且是吃的是肥肉 还不吃瘦 哎 说吃瘦肉反而会发泡 确实是有一种观点 真的肥肉减肥法 红烧肉减肥 因为它里边含有这个 富含这个量氨酸 那么量氨酸呢 是可以调 帮助辅助调节血糖 看 那么量氨酸呢 就吃了红烧肉之后 就是你不容易饥饿 哦 那么相对来说 总体的食量 就会减少下来 减少 那么基于这样的原理 可能会有减肥的作用 还有红烧肉里边的量氨酸 是可以帮助我们消耗内脏的脂肪 大家知道内脏的脂肪有些运动 是运动不到的 是消耗不了的 而内脏的脂肪 对我们身体健康是很有影响的 红烧肉里的一些营养成分 竟然能抗衰老 预防湿疹 牛皮血 残料病 甚至能减肥 到底哪些人吃了 才能发挥这些功效 从而达到长寿的目的 又是哪些人吃了会短寿呢 这个核辣90度以上的老人 一检测基因之后呢 发觉呢 他们对这个脂肪类的代谢都非常好 这一类的人 我们应该适当地吃是可以的 但是你是这样的人吗 不知道 我听到一个说话 你看 如果我们数自己的牙 如果这颗牙是特别尖的 有尖牙的话 说明你天生是肉食动物 你适合吃这个肥肉 肉 如果说你这颗牙是平的 你呢 就比较适合吃一些素的 那颗火牙拔掉了 我到底是能吃还是不能吃 有人提倡这样的观点 更主要的是肝脏的功能要好 那也就是像能能和刘雨光 你们两个就是不能吃红烧肉 哦 吃方干嘛 老师我特别想问啊 就您说了这么多理论上的依据对吧 那我们实例就是这位老人 吃的这份红烧肉 他为什么这么健康呢 对啊 也就是说这个106岁老人的这个炖法 还有这个冬坡肉 本来两个半小时四个小时 这种酒炖 把油泡出来的这种做法 真的会有利于长寿吗 106岁老人 蜜质红烧肉 不加油 不加盐 不加葱 不加大料 只加生姜 冰糖和老抽 而最关键的 是炖煮时间一定要长 同样 著名的冬坡肉 最少也要小火慢炖 两个小时 有人说 红烧肉之所以成为长寿秘方 在于随着肥肉炖煮时间的增长 猪肉中对人体不利的 饱和脂肪酸含量 大幅度下降 而对人体有利的不饱和脂肪酸 却会不断增加 也就是说炖煮时间越长 肥肉中对人体健康不利的因素 转化为对人体有利的因素 到底是不是真的这样 那么很多人说了 我们炖久了之后就变成不饱和了 有的人甚至做过这个实验 那我觉得从常理上来 没说 那么饱和的脂肪酸呢 是非常稳定的 饱和的脂肪酸 那么经过炖煮之后 又变为这个不饱和 这个可能性不大 首先长寿的老人 你相信他的长寿 只是跟红烧肉有关吗 我不相信 对 一定跟心情啊 运动啊 配菜啊 基因啊 等等的都有关联 是 另外呢 他在吃红烧肉当中呢 吃多少 一个量的问题 像李光觉得我吃红烧肉就爱胖 是 血脂就不好了 你就少吃点 我不吃了 但是从人文角度来说 确实是很多电视机前的 老爷爷老奶奶 他们就爱吃这个 对啊 掌握个什么样的原则呢 所以小斋老师刚才跟我们提到 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原则 就是这个食材的搭配 搭配 对对 所以我很好奇 小斋老师如果是您做红烧肉的话 怎么做 对 第一件一个好的搭配 有没有什么更健康的吃法 红烧肉也要吃 食疗我们也要有 多把这个三文鱼 带来了 跟这个肉 我们放在一起 这个炖 红烧肉的最佳搭档 竟然是三文鱼 三文鱼跟五花肉一起炖着吃 鸣场之后 这两个不搭嘎的食物 放在一起 会吃出什么别样的风味呢 现场帅气如雅的王老师 瞬间变身顶级大虫 把一样的红烧肉搭配三文鱼后 变成不一样的食疗方 现在就请您擦亮点心 一起期待 那么这个红烧肉呢 我也 这是做好的呀 我是做好了 你们先尝一尝 味道如何 我觉得你今天的胆囊不舒服 我觉得胆囊不舒服 不敢 你放心了 你放心了 有口香 而且还有那种 还有那种油油的感觉 这口感吃特别的 这一口不是肉 不一定要尝吗 来来来来来 吃吃吃吃 真的假的呀 好好吃啊 这里面有什么好像 这食果太特别了 我尝这个肉啊 我本来是很反对的 但是专家让我吃了 我就相信他 你小心 那你们就请我吃的没面子 吃的没面子 是吗 我也我也 好 好 光是这红烧肉 就让大家赞不绝口 净乎好吃 其实呢 王老师的所谓的秘质 也只是在传统做法的基础上 加了菠萝汁 因为菠萝可以借油腻 所以吃起来就香而不腻 清清爽爽 让人如沐春风 可是大家品尝了红烧肉 怎么没见风味鱼呢 再看看这满座的蔬菜 萝卜丝 菜椒丝 蒜片 羊羹丝 生菜 到底要怎么吃呢 我们吃的不对啊 这一样很好吃的 还想怎样啊 特别的香甜 特别的香甜 所以我一直没有吃 我就等着老师亲手给我卷一个 老师你这一口打算给谁 给我 当然是我了 来卷吧 没事 卷了一点萝卜桑 是这样吃的 然后我们有一点这个洋葱 这有点像烤鸭了啊 哎 这个吃法带进汤了 好 好漂亮 好漂亮 三文汤 我的自然 这三文汤是做好的是吗 这酱是什么酱 酱呢 这是红烧肉 加上蒜蓉的这个汁 老师我哈拉斯都流出了 谢谢老师 我应该交给谁 可以这边吧 可以这边吧 老师就直接为我做了 你怎么能那样呢 徐瑞 好吧 从来没有一次咱们两个 瞬间就被挤到两个手里 我们只能在边上带着 好好好 我们给摄像大哥看一下 这个一个菜里面卷着蔬菜 又有肉又有鱼 哎呦我来尝一尝 哎我摄像大哥 我必须得说句话 我以为刘雨光说摄像大哥 我给你们卷了一口肉吃 好热 胡金你说说什么味儿啊 什么感觉 有这个就是红烧肉的那个香味 但是它不腻 然后有那个酸鱼鱼的那一种 特制的那种鱼香 然后再加上这些蔬菜裹在一起 特别的清爽很爽口 而且本来 凯瑞 这是一种很复合的口感 在里面你可以吃到青椒 还有所有的就是食材的一个新鲜的香味 同时这个生菜的这个素脆感 把这外面的这个红烧肉的油脂的感觉 完全给抵住到了 而且我想说我这么吃肉的话 我再也不担心自己会胖了 好来小小小老师给我们提供这个非常独特的这个红烧肉吃法 我们先学一下 王老师推荐的这种吃法 不仅能满足大家吃红烧肉的欲望 而且简简单单把红烧肉变成了食疗方 王老师推荐的红烧肉吃法有什么独特之处啊 第一个独特之处 红烧肉在传统的做法的基础上加了菠萝汁 口感香而不腻 第二个独特之处是 搭配的三文鱼在金属之后 敲上红烧肉的汁叶 第三个独特之处三文鱼 把红烧肉三文鱼加上蘑菠萝丝 彩椒丝 蒜片 洋葱丝 用生菜包起来一起吃 这么高端大气上档次的红烧肉吃法 大家不妨试试 长寿是要依人而异 而且是要用不同的吃法来解决你的 好 要把红烧肉变成你的食疗 好 接下来我们要来提出今天的第二个问题了 红烧肉的问题解决了 第二个问题是什么呢 夏天最人体最大的毒素是什么呢 是 大家都知道 不论在南方还是北方 夏天到了一定的气候的时候 你会觉得身上的汗也出不来 尤其在空调房里面 全身的有种闷闷的感觉 有一些女孩子或者那种小宝宝 皮肤特别嫩的 身上就是容易起那种红斑 然后起那种水泡 水泡一破了就容易流浓 然后去浓 然后去过敏 过敏又流浓 然后去拿来吃难受 而且一般就 这个女孩子如果试图重的话 就会引起很多妇科病 而且如果治不好的话 这个会 就妇科病就从生啊到时候 哎呀 哎呀 你们一说我就觉得 这个试图能够引起这个关节痛 哎 和各种那个啊 肌肉痛痛 我觉得你们在座都没有我最惨 对 因为我 因为我从小就是不爱吃东西 然后胃非常的不舒服 然后没有胃口 然后吃什么都不喜欢 瘦的人非常非常瘦 然后我妈就把我带到医院里去看了 然后人家说我这个就是脾胃不和 就因为湿气太重了 我跟你们讲 我身上就有很多湿毒 湿地湿毒 头几年在拍戏的时候 因为那个南方很热 然后呢 每天又穿的很厚的衣服 然后我到现在身上 都还有点点 有 我知道 我有看我也是这个样子 对 哎呀 所以湿毒咋办呀 对 怎么办呀 怎么办 其实关于这个问题呢 我们的网友啊 也是有一些疑问 他们到底是有什么样的疑问 我们先来看一下 好 一起来看 对 包装品变和网上发的确实话 说排毒最严实太多神器 用完以后脚上会出现 特别多的东西 他们说这是身体有毒素 这是毒素吗 可是我用完以后 脸上问题会启动 请问是这个东西有关心 哎 排毒毒贴 听说过吗 我听说 没有哎 哎 你们怎么这么孤落寡吻呢 我跟你说我用过这个神器 这个东西特别的神奇 它就进化血液 而且可以治疗这个改善睡眠 怎么可能 然后可以治疗这个青春痘 还有这个比如说像什么 对 看了雨光你就知道了 为什么现在这么瘦了 我听到过一个这个说法 它原理是什么 它说它能够从足底 把你的这个什么肺的汗啊 会起那些残疾的毒 湿气啊 湿气啊 全部都拔出来 拔出来以后啊 就有利于你的热身体健康 现在在某网站上 一个月能够卖出几十万 天哪 对的 我跟你们讲 这个神器最神奇之素在那 就是你用完之后 比如说你晚上贴上之后 第二天早晨 你再撕开 上面特别特别黑 那些就是你的毒素 对 还可以知道这个体臭啊 脚臭什么的 来 你看我和人生最低的 真被贴上了 真的 来给他看一眼 因为我觉得这个东西 怎么会从脚底拔出来 然后你看啊 把这个撕掉 我来 我来 我们看一下撕开之后 真的是黑色的哦 啊 我觉得真的是黑色的哦 看到了吗 你怎么有没有 这些都是你的毒素 对啊 这个月光你贴出来越大 我记得笔质还要严重 我还好一点 我一整晚就在记得 这个也有 哦 立轻壮 好像看起来效果很直观的样子 那这个东西到底靠不靠谱啊 背骨筋追捧的排毒组蝶 最近风靡于整个网络 它被称为下级排毒神器 网络上销售最火的店家 一个月甚至卖出了十多万件 据说它的功能十分神奇 只要在组底贴上一贴 人体的肺油 肺液等有害毒素 就会被慢慢吸出 可以清除体力杂志 进化血液改善色斑青春痘 脚肿扶住减肥 去除脚臭 促进睡眠等 更为神奇的是 据说实用后 脚上会出现黑乎乎的东西 把毒素直接拔出体外 效果立端建议 真的是这样吗 对对对 有的人说能够吸出油来 是 因为要减肥 好 实验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好 好 我们就做这个实验了 这是我们看到的 在网上今天都能够买到 我们买到了 我们拿一瓶沉浸水 好 应该是没有毒 来 我们现在没贴 你看它是软软的 好 很软和 好 那 一个中药味 我们滴在这上 它油水可能就会变黑 没变黑 没变黑 有黑的 搞得半天是里面的中药 采法黑成 因为我一闻 这是中药味 所以我不知道家的事 我们再做一个检验 有话 有筋的脚气太重了 你脚湿我是干 不可能啊 我明白了 也就是我们人体 都会微微的这个有水分 比较汗液排出 好 现在知道 就是谁的脚出汗比较厉害 汗脚比较厉害 你说这样说 刘雨光那个 你叫刘雨光那个 为什么厉害吗 因为他跳舞出汗特别多 哈哈哈哈 而且普京最重要 就是有脚气 我觉得不是啊 你看 我贴的这个 你那个黑过来跟这个比较 不 我这个就没有这个黑血 然后我这个是 你那是因为人体会有汗液排出吗 因为老师老师这个就是 感觉就是水分特别饱满 而且当然我们撒的水啊 那我这个就好像就觉得 这个地方比如说我湿气重 我贴的那个脚丫子那个地方 让他这个 因为你那儿出汗多 来 我们听老师跟我们来解释一下 你通过这个实验 想象我们证明什么 好 那么 我们说这个里边所谓的人的皮肤当中 不可能能够代谢出来油 或者是任何的这个毒素 从皮肤表面就能够代谢出来 那么我们大家说 哎呀 这个人很烫很多油 那其实油呢 我们血液当中 我们的脂肪 其实也是靠着脂蛋白作为载体的 不是说一下子就能拔出油来 那么毒素也是在 比如说血管里边 淋巴血管 我们需要代谢 这毒素得从一个正常的门那儿才能出来 但是呢 脚底下没有那门 对啊 它怎么没有 好快推荐的东西 我这样把它撕开了一个 我看到里面的粉末其实不是黑的 它是那种这个有点灰白色 对啊 然后我觉得打开之后我们再滴一下 我发现它是浴水就变色了 浴水之后 它马上就会变成这种灰黑色 所以从这个实验 我们知道所谓的排出来的毒 其实在没有毒素的情况下 只要浴水 那都可以显示出来 所以因为这个颜色来排毒 我觉得这个结论是不对的 不是 让一下 让一下 夏季失毒 危害大 刘海瑞变针 刘玉衣 灰剑神奇宫廷 排毒蜜蜂 这个药的功效有什么 它跟人参很像 是掉蜜的 我尝尝你这个蜜蜂 这个太难喝了 我无法下咽 我就靠出了这样一只 我来喝吧 好喝 我觉得这个是值得推荐的 好 心灵了 那我先撤了 这个貌似琥珀 被称为美人类 既可以排毒养颜 又可以调节糖尿病 您知道是什么吗 我媳妇一直在哺乳嘛 汤里头就发现 那种小颗粒一样的东西 像我还不错 那一种性上的东西 你们仔细看看 现在流行的胶原蛋白 这个字你就从上面看到 我刚才尝一下 那个手感特别Q 现在有人研究 他对肠药病会有 苦術治疗作用 是啊 金层内容 大家千万不要错 欢迎回到 北京三月视频 冠名播出的幸福词连 既然推荐失败了 也不要心灰意冷 对不对 治不了我们的这个排施器 你治个脚气也行吗 这个也治不了吧 来说一说 既然到了这样一个结果眼上 大家又想排施毒 这样的一个毒贴 又帮不了你该怎么办 那我只有开出一个方子 来帮帮大家了 你开方子啊 大家知道 在我们宫中啊 在这里一个案子 可是如果说我们贵妃小组 身体不适的时候 如果到了一个疑难杂症 很难解决的情况下 一般我都会开出一道方子 就是这一碗 花脚酒 请小组我脚气特别严重 你想吃一吃 小方子 小方子 你麻烦把这妃子赶住 这皇上也太容易了 来来小哥你先尝 等一下再来来 你就先尝 有刘玉衣 我尝尝你这个秘方 我都说了花脚酒 这什么呀这里面 这是花脚酒 你说的是麻沸散的吗 不是麻沸散 这个药的功效是什么 它跟人生很像 是掉命的 就是当你很难解救的时候 一般会用一点 这样的一个花脚酒 来帮你解决一下现在的情况 但是我们都知道 花脚是有一个那个 厨师 厨师 巨鞋 然后这样一个功效 其实我们喝这个花脚酒呢 就可以帮助我们排除身体的湿气 那刘玉衣 这个太难喝了 我无法下咽 当然了 我们也知道 会有这样一些嚼劲的小酒 但经过我们这千百年的研发 我就泡出了这样一汁 千百年 这样一杯茶 我们试一试看 这个好喝吗 我来尝尝啊 好喝 这个特别温和 甜甜的 这也是我考虑到 我们现在虽然这个 风子是古时候传下来的 有这样的效果 但是因为太烈了 平时喝的话不太适合 那我们想要的是 花椒当中的 这样一个有效成分吗 所以花椒一样放在当中 我放入了生姜和红枣 用红枣的甜味去中和 这个花椒跟生姜的辣味 但是生姜又有一个 去寒提热的这样一个效果 对这个茶我觉得白领的上班的时候 空调房里面或者闷热的天气 都可以喝一杯这个 但你这办法到底靠不靠谱啊 小杰老师 你这假御医可以退下了 退下 我先给一句 靠谱还是不靠谱 我觉得这个是值得推荐的 老师您慢慢帮我 我们今天讲的是 夏天除湿毒嘛 是吧 这花椒到底怎么能够除湿毒呢 花椒确实是可以除湿的 说到他除湿的这个功效 出哪类的湿呢 我先给大家一个小问题 你知道我们很多人 潮湿的地方是吃辣的 但是我们全是 云南湖南广西贵州 唯独这个四川吃麻辣 对对对 这是潮湿吗 盆地嘛 就是人家盆地里头 因为盆地它低于平原的 是是是 更加寒 寒湿 那么还有四川的格拉丹东雪蜂的 雪蜂溶解之后 那个水也寒 水一定是冰水一定比水要寒嘛 是是是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 那花椒是有很好的造湿的功效 所以在我们夏天的时候 潮湿的时候 当然可以 帮它来造湿 而且呢 还可以 它可以有很好的杀很多的细菌 和微生物的作用 但是有一个关键词造湿 它就有一点太燥了 太热 所以呢 如果各位刚才如果泡脚 从脚上的排毒 其实花椒是可以泡脚 也可以放一点盐 刚才给我们那个泡脚水啊 所以你这样一段 如果说怕它这个花椒造湿这么严重的话 就先不要喝它 能不能泡脚最好 泡脚才得喝了 可以造湿 可以放盐 可以增强它的杀菌效果 当然也可以放点酒 浸泡了脚 清了毒 治了脚剂 治脚上这个炎症 那刚才人生说 那它的这个 非常有潮湿 食欲不振 对 那我们讲呢 这个中国医学是讲 朱氏朱满 些属于脾 就是你的脾胃不好 那就容易有湿 对 脾胃不合 好 那么早呢 是可以见脾胃的风向 有这个效果 那如果第一来说 那很多的饮食 这消化不良 脾胃不好 那么消化的饮食 就会在肠胃当中 异常发酵 那么姜可以移植 肠胃的异常发酵 夏天来了 冬吃萝卜 夏吃姜 没错 夏吃姜 所以呢这个绝好的 这个造湿的 但是如果你体质 稍微有一点热在里边 那么它就应该 加上一点清热 哦 所以你可以加点液 明白了 加点冬瓜水 好 冬瓜水 好 我觉得 我觉得小杨老师 给我们一个好建议啊 就是可能如果在夏天 想要出适数的话 真的 在我们不是特别确凿 这些网上卖的 这个东西里头 到底是什么的情况下 不要瞎 千万不要去乱用 是吧 我们宁愿 从大自然当中 找到一些天然的 中国传统文化当中的 花椒啊 大枣啊 生姜啊 这个食元同补嘛 用这个方式来调理自己的身体 可能会更靠谱一些 便宜的食材更有效 那刚才说 其实所有的疾病 都是上热下汗造成的 对 那如果你有上热下汗 比如说脸上有暗伤 手脚冰凉 还有痛筋 比如说有些血压膏啊 失眠啊 试一试我们的花椒水 加一点盐 来泡半身玉 夏季师徒危害多 被奉为排毒神器的足贴 经专家验证就别用了 还是推荐大家 一个更清晰适用 简单操作的方法 就是用家中必备的花椒 您可以和红枣生姜 一起泡水喝 也可以用花椒 温盐来泡脚 或者泡半身玉 这样不仅可以轻松去湿 而且还可以调节 高血压 湿瘾和痛筋的 大家赶快试试吧 好了 谢谢 谢谢 我觉得今天 我们特别像在 去尾求真的一个过程 是是是 我们把很多 可能现在流传的一些方法 我们通过专家的 这样的言论和实验 我们来辨别一下啊 接下来让大家 再来变一个东西 还有 我跟你说 这事我特别好奇 因为前段时间 我媳妇一直在哄补它 然后呢 就在往事来订了很多汤 然后呢 结果汤里头就发现 那种小颗粒一样的东西 像我 跟我说 哎呦 我这就转了 哎呦 还送上个课 不可能 然后媳妇就嘲笑我说 这个是现在网上 很流行的一种东西 对对对 叫什么胶 哎我知道你说的那个 就叫美人类 你知道吗 咋就美人类了 哎今天我还拿来了 现在就是网上特别流行这个 吃这个东西 它是叫美人类 可以降糖 就血糖 就用上几天之后 这个血糖 就会平稳下来 说美容养颜 而且它美容养颜 对 我只关心一件事 能吃吗 这是一种 我跟你说 这是一种顺畅的东西 你们看一下 这种也不便宜吧 小时候其实我们见过 是是是 这我小时候就拿着它玩 你知道吗 黏黏的 漂亮 猜出来了吗 就是点 围上去没什么 我现在一个礼拜 基本上要吃一到两次这个 你吃 你在吃 真的在这里 这怎么吃吗 这是泡软之后的 你别吃那个意思的 这是泡软之后的 我感觉要吃在那 来军的时间 这泡软了你看了吗 就Q弹的 我跟你说 它是一种树上流淌的东西 我知道在树皮外边 留的那个胶 那不就树胶吗 对 就跟那个松树 这是那个什么好多 什么桃树啊 桃树啊 别的树不行 只能吃桃树的 只能吃桃树的 你说的鱼树胶 这是 它就变成虎货 对对对对 你都不知道啊 这个东西你知道吗 就之前 我把它泡完以后 是一种胶质的 对啊 泡完以后很像那种 现在流行的胶原蛋白 四个字 你就从上面看到 我刚才尝了一下 它的口感特别Q 有点 果冻啊 而且我刚才吃果冻 你知道吗 我之前也是 随着这个岁月的老去啊 今天含着那些细纹 但是我吃了两个礼拜 之后我的细纹就淡化了 你看 一步开始变白了 真的 青春豆也不长了 香蕉蕉也治好了 所以我觉得你要不要再 你吃一口看 你多吃点 感觉有没有 感觉到这种健康的气息 你会不会觉得 这个神明眼气 然后 有没有 手脚发麻 一整颗桃 有没有觉得一整颗桃树的精华 都在你的身体里面了 没有 桃花精粉的桃树的精华 那这是什么桃胶啊 我跟这的时候 还有很多的好处 是是 这也是我有朋友 对这个东西的一个问题 对 观众朋友呢 有什么样的问题 我们来看一下 来 我手里边拿的这个 号称是 美容养颜 调解糖尿病们的 绝佳食品 我想问一下 这个东西真的能吃吗 它真的 功效有这么强大吗 欢迎回到 北京三原视频 冠名播出的幸福词典 好 有问题就是这样 你看他吃了那么久 他说到刚才神混习神 问问小斋老师 可能吗 可能吗 这就是小时候玩的一种东西 是 稍微有一点 神乎其神 好 还是 我们有一点 首先呢 这个桃胶呢 在中国的古典仪记当中的记载 它是归大成金和美容金 也就是说它可以泥尿 可以治疗这个血栗啊 实栗 有点相当于泌尿系统感染的 它们的治疗 还可以治疗粒子 粒 但是现在网上 黄传就是说它能够美容 应急 它调节碎糖 这个作用 您觉得 桃胶上分泌的桃胶 真的能补充胶原蛋白 排毒养盐 甚至调节 糖尿病吗 帮助我们合成 胶原蛋白的 养肥胶原蛋白 你来白吃吗 现在有人研究 它对糖尿病 会有辅助 碎疗作用 是 桃胶的最佳伴侣 您知道是什么吗 怎么吃 才能真正美容排毒 调节糖尿病啊 桃胶的最佳伴侣 我觉得可以当 你都尝了两把 美容加美容加美容 夏季排毒取失 又可调节糖尿病 时疗方即刻不上 欢迎回到北京三月 视频 算您过去的幸福词典 广胜红传 我觉得夏天 它能够美容 以及调节碎糖 这个作用 对对对 好 很多人把它制成这个甜品 那制成甜品 说它里边有这个胶原蛋白 好 我们且不论证 它有没有这个胶原蛋白 那其实呢 作为这个胶原蛋白的历史 历来都是有争议的 一直争议了几十年了 所有的这个胶原蛋白 一定是在身体当中 在肠胃当中 分解成为胺基酸 所以说呢 它没有这个直接来补充 胶原蛋白的这个 你还白痴了 你还白痴了 说到刘凯瑞说的这个皮肤的好的问题 其实呢 我相信大家很多人都关心 皮肤为什么 对啊 对 OK 随着年龄的增长 那的确是胶原蛋白流失 比如说太阳光的这个照射 我们说内在的营养不良 有些人减肥偏食 消化吸收不好 那你如果有偏食的情况下 那假设它富含有很好的这个胺基酸 也就是说 暗中 我们应该多一点均衡的饮食 不仅仅是淘胶 所以小杰老师跟我们说 这个他个人认为呢 这个其实可能只是作为我们膳食当中 平衡膳食的一个有益补充 如果说单纯 以前要指望它的这个 胶原蛋白来补充人 这个复制的话呢 可能不要对它期望过高 对对对 那酱糖呢 现在有人研究 它对肠尿病会有辅助治疗作用 是 是有一些的人研究 小杰老师我好奇一个问题 那除了这个桃树上的桃椒 我们能吃之外 其他树上的礼树啊什么 什么内心桃椒啊 松树啊 我觉得很多的果树都可以 只不过是桃可能人们 有一种想象的思维 人面桃花 人面桃花 香蕴红 小杰老师我觉得是这样的 就有些树 你要那个瑞哥去试试 多试试 希望那天你就舒服着跟我们说 我们避开那个 你就拿错了 男的 你太了 吃素了 没想到桃树上分泌的胶质 作用竟然这么好 其实清朝著名的医书 本金逢源记录 桃树上胶 最同经验 能治血淋 豆疮黑线 必胜高用质 桃椒有它的好处 可是怎么吃才最好呢 您知道桃椒的最佳伴侣 是什么吗 接下来专家将推荐一款 夏季排毒取尸 又可调节糖溜病的 独特食两方究竟是什么 答案马上揭晓 这些很多的水果和生态 那就是都可以配在一起 这些的都是已经经过论证了 那这个是什么 银耳 银耳有什么功效 银耳是心肺啊 银耳心肺 现在还有抗癌的这个功效 有很多这个功效 这是什么 不认识 这个是 瓜子儿吗 葡萄干吧 不认识 银耳 银耳 造脚米 造脚米 桃椒的最佳伴侣 哇 真好 老师您这是炖好的是吗 好 这是炖好的 好 这让我们知道一个 非常重要的一个最佳搭配 就是这个桃椒和这个造脚米 如果搭配到一起的话呢 它们的功效会发挥到 最好的效果 这个我看造脚米 这也是泡过的 这也要泡八个脚米 对 也是需要泡时间长一点 好 那这个呢 我们再给它加一道功效 银子 那其实我们感觉到 我们是要衰老黄脸膜 又要肌肉流失 那其实肌肉没有支撑力 胶原蛋白其实是一种功能 就是这个蛋白 那其实呢 我们健脾 是可以有很好的抗衰老合作 避免肌肉的这个松弛 一皮煮肌肉 好 这个一米 一米好 利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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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夏天来了 仰云啊 利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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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米有四大功效 减肥 美容 美白 可以消除很多的炎症 哦 它可以抗癌 据说有记载 这个乾隆跟慈禧太后的 吃的这个八真糕里面 对 那么就是有抗衰老的功效 有一米 哦 很多的演艺圈的明星 特别爱吃 特别爱吃 或者说吃掉 是的 这演艺圈的大餐 喝了两碗 我看到这个饮料 我就在想 夏天还喝什么弄瓶装饮料啊 这个特别好 是不是啊 这种纯天然的对身体又有好处 放在冰箱里逼一大壶 回家里咕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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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哪有啊 你说 我们应该喝的不好吧 对对对 而且这个汤水里面 又刚刚我尝了一口啊 又有一米 又有那个桃椒 又有那个最佳大配造角 造角米 造角米 它是Q弹当中 还有润滑 口感非常丰富 细滑的 对对对 从这自己面试之前的座位 如果说在生活当中 有什么问题的话 欢迎过吉时宝的方式 来跟我们来互动 提出你的问题 了解节目的最新动态 对 最关键你有什么 弄不清楚的事情 不放弃的事情 都可以来找我们 在这儿 要感谢小斋老师了 也感谢大家 关注我们的节目 您可以来 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来关注北京 声音视频的官方微信 您将已经获得 给您声音视频的迷糊的 买粉一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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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次再见